今天的视频我们会看Specific Heat Capacity的应用提醒 那我们这边的提醒的话是能量转换的提醒 同学先默读题目一遍 那这个题目的话是有一个电水壶 它的功率是2.5千瓦特 然后它可以转换变成热量 也就是我们把电能转去变成热能 然后我们的水的容量体积是0.02m3 题目要求我们找的是时间 所以how long will it take 时间是多少如果要让它从25摄氏度 上升至70摄氏度 好这是题目给我们的数据 那这边的话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assumption 就是 这个电水壶的电能 转去变成热能的时候 其他的东西是没有在吸热的 也就是 能量完全转移让水去升温 所以我们讲 loss to surrounding 的 energy 是 neglect的 我们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这种 assumption 因为其实周围的空气 跟电水壶是会 吸热的 那我们不考量这些 我们就把 电水壶的 电能完全转换去热能 让这个水去升温 好这个条件 好那我们就知道 电能吗 电能的话我们就有工咯 我们的工 电能所做的工 等于 热能 电能所做的工要转去 热能 或者是变成热量 让它去升温的 那我们电能这边所做的工 我们把公式展开 就是 W等于PT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MC Delta Dita 那我们检查一下 市值呢 我们的市值 PT 等于 MC Delta Dita 题目有给我们 2.5千瓦特 所以功率有提供 时间是我们要找的 质量 题目没有提供 OK所以 质量我们要另外找 C的话我们要把它背下来 4200 J KG C 所以C也是有的啦 Delta Dita的话 25摄氏度 变成70摄氏度 所以Delta Dita也是有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需要找多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质量 M 那我们 看下 题目给我们的 数据有多样东西 是这个 0.02 M3 然后要找 M 那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帮我们找M的 那我们就想到密度的公式 Rho 等于M 除V 那我们要M啊 所以M就要等于Rho V 水的密度在这里是1000KG M3 然后乘以 0.02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 20KG 所以这个电水壶里面装的水的质量是20KG 那我们这边的话M也解决了 所以我们已经有M了 那最后我们只要把T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有20乘4200乘以 墨温减出温 好注意啊Delta Dita的意思就是 墨温减出温 然后除以2.5K 2.5K的话就是2500 好那我们把它 按进 计算机里面计算出来的结果的话就是 1512秒 然后怎么知道是秒啊 那么看这个单位里面 有没有提供这个 时间的OK 跟PC是有关系的 那么相遇的话我们就会拿秒了 好所以这个的话提醒就是什么 电能所做的工 转去变成热能 让水升温的一个提醒 好那我们解题步骤 同学自己 再看多一遍 所以今天的视频讲解到这里 好那我们再看多一遍 然后再看多一遍 我们再看多一遍 我们先试试一下